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的声音是我用Elgato Wave 3录制的 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这款麦克风 之前还有另外一部影片也是用这个麦克风录制的 就是Asus Tor AS-7112 RDX伺服器的NAS开上了那集 也是用Elgato Wave 3来录制的 大家可以听听看跟我之前用的麦克风 Blue Yeti的声音有什么不一样 单论麦克风主体的价格 Elgato Wave 3跟Blue Yeti的价格 相差不会到非常多 大概都是5000元这个极具的麦克风 都是属于电容式的麦克风 Wave 3的价格再稍微略贵一点 那我个人是觉得在音色上算是各有优缺,各有特色 两支都是电容式的麦克风 所以论音质的话 像这样的电容式麦克风都非常不错了 很适合放在家里或是放在录音室录音用 不管是做YouTube影片或是做Podcast都非常合适 首先讲一下外观 Elgato Wave 3的体积 比我现在在用的Blue Yeti的还要小非常非常多 原本看Elgato官网图片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直到开箱完后 我把两款摆在一起 发现,哇,Wave 3真的是非常小巧无占空间 那为什么我觉得体积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录音的时候 我是一台iMac负责收音 桌上还会有iMac的无线键盘 还有无线触控板 通常桌上还会有一个J5 Creator的JCT425 就是我之前开箱推荐的荧幕架 现在有时候我会视情况把它移开 但通常我都是放在桌上的 因为我还有一台MacBook Pro 13寸 里面有我要录音的大缸或是竹子稿 因为有时候我录一录 可能要稍微秀一下稿子 或者把大缸补成竹子稿 这样我讲解起来会比较顺 所以我就不会用iMac 总之就可以发现 只是单纯为了要录音 我桌上真的是一堆东西了 这次改用Wave 3以后 我发现它占的体积真的比Blue Yeti还要小 那更重要的就是高度 Blue Yeti的高度大约是30公分出头 再加上我土炮的防喷架 大概又高了一些 可能到35到40公分之间 而麦克风放在前面 就会挡住我看iMac 还有MacBook Pro萤幕的视线 那之前我完全是没有选择的 我只是觉得这样有点烦 但是大概就是要习惯一下 把视线移开闪避一下麦克风 那现在用Wave 3以后 就发现工作流好像变顺畅了 但是我突然又说不出哪里 好像还不错 仔细观察了几天以后 我发现就是因为体积变小的关系 Wave 3的高度才21.2公分 加上防喷枣高度也差不多 所以整体整套的高度 只有原本Blue Yeti高度的 2-1分之2左右 那因为Wave 3它很矮 底座的面积占的也很小 所以我两个荧幕都不会被挡到 那键盘触控板摆放的空间 也就更加灵活 整个工作感受就比我之前 用Blue Yeti还要好蛮多的 度音的顺畅度也因为视线这一点 我觉得至少有增加了几个百分点的效率 这是我在使用前完全没有考虑到的好处 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Wave Pop Filter 中文通俗的讲法就是防喷罩 它的作用就是透过网控 扰乱我们嘴巴出来的气流 避免它只冲麦克风而导致爆音 这东西是超级有用的 绝对是你买这种电容式麦克风的必要配件 Elgato这一组的防喷罩价格是$1090 我明白这个价格的确也让我感受到了智商税 毕竟我现在土泡的防喷罩 大概也就200出头 但是对于这种必要的配件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传统麦克风厂商 在这个东西上面的定价其实都拉高不少的 所以我也觉得不意外啦 当我开箱后我发现它本体上面居然还是塑胶外壳 就瞬间觉得以前都好像有点不值耶 但是转念一想 如果它是用金属的 大概又会因为跟麦克风本体摩擦而掉色 所以实际使用后 我觉得它应该还是有它设计的考量 那我也感受到它设计的价值 相较于我土泡的防喷罩 现在Elgato这个防喷罩用起来真的是优雅多了 它的塑胶外壳中还有藏了两颗磁铁 在装上麦克风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的引导效果 可以直接固定到Wave 3的手臂上面 不管是用原厂的底座支架 或是搭配Shark Mount都可以用 很方便 而且它的网孔是两层孔径极小的金属片 弯成一点弧度 两层之间也有一切切空隙 阻挡气流的效果比我土泡的那个好了 不知道多少 我的结论是这个东西的必要性很高 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买 但是我当然也希望这个价格可以亲民一点 或是我建议啦 通路在销售的时候 不如就把这两个东西搭成一个package 然后做一些优惠嘛 另外一个实际在使用上我觉得不错的 就是Elgato Wave 3在Final Cut Pro X里面 是可以直接联动去调整音量的大小的 例如我在这边去调整Gain 它会直接联动到Wave 3麦克风上面的显示 我直接调整麦克风上面的旋钮 Final Cut也会直接出现反应 那旋钮一接在Final Cut里面的值是3dB 那如果我想要把它调节的更细 也可以在Final Cut里面直接改 它都会直接联动到麦克风 这个调整的颜值大概是一秒钟 所以如果可以更敏捷我觉得会更棒 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我第一次用到的时候还是蛮轻压的 因为我之前用Blue Yeti的时候 它跟Final Cut是没有办法联动的 而且即便我安装了Blue的控制软体 它的控制软体本身也没有跟麦克风联动的功能 虽然我知道本质上这两个东西硬体也不太一样 但我期待至少要能够做到我调整麦克风的时候 软体端也可以显示目前的状态或是百分比吧 那如果是我Blue Yeti有什么设定错误 再请大家指教 但是以我目前感受到的结论 我就是觉得Wave 3的整体协调性 是明显比较好的 你不需要安装驱动程式 也不需要安装它的控制软体 就可以直接跟Final Cut里面直接联动 接着讲到麦克风最重要的音质 我觉得Wave 3的收录细节算是比较多 收音也比较敏感 也比较尖锐 可以更仔细的听到我每个咬字的情绪表达和细节 但在同样音量的情况下 也就更容易收到背景杂音还有唇齿音 如果直接正面跟Blue Yeti比较音质的话 我觉得Blue Yeti的细节没有这么多 但是整体出来的音色比较温润 那有可能是我自己听习惯啊 不管是Blue Yeti或是Elgato Wave 3这样的电容式麦克风 就特别适合给要做录音的实况主 或是YouTuber或是Podcaster 如果你是KTV的歌王或是金曲歌后 我也蛮推荐你买一个这样的电容式麦克风 录出来的声音绝对会比用耳机线上面小小的麦克风 或是大多数人平常用电脑或是手机录出来的 还要好听非常多 非常多 你也可以直接将耳机接到Wave 3的后面 就可以直接听到自己当下的声音还有配乐 所以这样我就在想Elgato或是海盗船 之后会不会出一个偏向创作者使用 而不是那么变境取向的耳机呢 那既然讲到Wave 3的背面 也顺便讲一下外观 背面除了耳机接孔 还有一个USB-C的接孔 是跟电脑连接的 这部分真的是太好了 因为原本Blue Yeti是用mini USB 不是micro USB 是mini USB 在我的桌面上工作流真的是很不方便 而Wave 3它用的是USB-C 桌上随手一抓就有了 电脑上本来也有插好的USB-C线 可以直接用 很方便 此外我还拿了Sony的手机来试一下 虽然Wave 3的灯光有亮 但实际录制还是从手机的麦克风录制 那我在想或许是手机没办法支援 或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手机虽然支援 但是有的App 它没有办法直接调整录音的来源 所以我一直用Wave 3就没办法测试成功 如果大家有推荐 Android上面有什么App 是可以调整录音来源的 我们之后可以试试看 这样到时候 只要一只手机一个麦克风 就可以直接变成一个录音室了 而整体外观方面 Wave 3目前它只有黑色 其实我还是蛮期待 之后是不是可以出个白色 或是灵动一点的颜色 这样平常空坐时 看到麦克风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顶部相较上一代Wave 1 增加了一个静音的触控区域 例如我平常可能开会到一半 突然要接个电话 或是同事突然敲门来找我 我就可以做到马上静音 像这样子 然后我再切换回来 这样的设计可以避免物理按键 在静音的时候 按下去的时候被收到音 所以只要像这样子 基本正常的力道 按过去滑过去 麦克风就会自己静音 然后也不会被收到 而且底下的旋钮周围的白光 在静音的时候 也会立刻转为红色 识别上就很方便 所以我觉得 Elgato在灯光 还有这些旋钮上面的交互设计 我觉得真的还不赖 另外一点 我觉得是小细节 但是也很大的提升使用体验 就是正面的LED 颗粒组成的这个灯条 灯光的亮度是适中 而且每颗灯光的亮暗控制 都很明确 如果你有看过一些 比较廉价的LED灯 这种类似的灯条 会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你中间那一颗 然后旁边两颗 就会一起微微的发亮 那中间没有断开断清楚 所以我觉得 Elgato在整体操作方面 都很到位 一个5000块价位的产品 或是麦克风来讲 除了音质有达到5000块麦克风的水准 还用了最新的USB-C界面 再加上操作体验的细节 都让我非常满意 的确有让我感受到物超所值 这次开箱的还有Monster Mount 不过在Elgato的产品系列中 它的定位不仅仅是麦克风架 它也可以固定灯光 或是固定相机 那作为一个多功能支架 本质上它就跟麦克风架 是有一点不同的 互有优缺 像Elgato这个支架它可以立在桌上 也可以放在地上 而且放在地上的时候 因为它可以往上升高很多 可以从原本的55公分 升到125公分 因此高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可以在桌面椅上 此外它用的是球体的固定方式 因此每个关节角度的调整 就更加灵活 没有死角 但相对来说 关节一度也蛮麻烦的 当你要调整的时候要注意调整 而且锁的时候真的要蛮用力的 不然麦克风的重量一上去 它支架就会垂下来 但如果你锁紧一点的话 它是真的可以固定住 没有问题的 但每次用力锁完 再回去敲键盘或是调整麦克风 手指第一道大小转变太剧烈了 会让我非常出戏 另外就是它横向的延伸比 长度有一点不够 因为我的桌子很深又很宽 如果立在电脑后面 我的嘴巴就会离麦克风太圆 那如果把这个支架放在桌盐旁边的话 我的手又很容易撞到支架 那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体验 总之这个支架没有我想象中的 麦克风支架这么好 但是作为一个支架 它已经非常够用了 甚至比大部分的支架还要更好 那所以后来Wave 3的麦克风 我主要还是放在桌上使用比较多 但这种多功能支架 我刚刚说它比一般的支架还要好 所以我也没有浪费 因为它的头是相机通用的 四分之一寸的头 所以就蛮适合在上面加个灯光 例如它本身它长脖子的特性 就可以把灯架到蛮高的 光就会比较发散 或是你有像我们这样俯拍的需求 手机轻轻一个 再夹在上面就很合适 另外就是它夹桌子的设计也很不错 市面上很多便宜的支架 是没有这样的考量还有设计的 这有一点难形容 但听我解释一下 就是下方可以透过旋转夹紧的夹片 因为它设计是有一边是直线的 所以在旋转的时候 你不用去扶着这个夹片 它就可以把它夹紧了 那一般常见的支架 不管它设计圆的或椭圆的 都要用另外一只手去扶着 此外整个支架也是金属的质感 表面烤漆也都有大品牌的水准 还不错哦 一般网购看到的支架虽然便宜 但是做工就比较粗糙 因为有毛边你就不能要求它什么 然后设计上也没有Elgato这么多的巧思 也没有品牌的守候服务 所以我觉得Elgato这种支架的价格 也算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今天就是这一集 我们在介绍Elgato Wave 3 跟它的周边配件 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不错 有帮助到你的话 可以帮我们订阅按赞 也可以到Enterbox的频道 多看看其他有趣的影片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